据报道,赵露丝与杨阳及其父母共进晚餐,主宰世界的CP在现实生活中航行吗? 继主演《谁主宰世界》之后,传闻杨阳和赵露丝又开始交往了。 2022年4月18日,杨阳、赵露丝主演的电视剧《谁主宰世界》上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杨阳、赵露丝主持的电视剧《谁主宰世界》在播出中获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 剧中剧网报道,2022年7月25日星期一,《谁主宰世界》讲述了两个技能相似的人的爱情故事。 蓝希容貌英俊,聪慧过人,显得十分出众。 蓝希除了天才级别的智商,武功也很出色。 冯夕、赵露丝有着同样的天赋和惊人的能力。 这两个人之间持续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0年。 蓝希和凤希决定共同应对这场战争。 他们共同的经历最终激发了他们心中的爱。 他们决定结婚,因为爱继续从种子中萌芽。 粉丝们对《谁主宰世界》中赵露丝和杨阳之间的化学反应很感兴趣。 《谁主宰世界》节目聚集了杨鲁斯发见人的观众。 一位网友的震惊表白让他们更加兴奋。 有网友分享了与朋友的对话截图。 搜狐分享了朋友提到在他工作的餐厅见到杨阳和赵露丝的消息。 在酒店吃饭的时候,看到赵露丝和杨阳在一起。 如上例所示,是以允许您在使用不同单词时保留原句的含义。 通过这样做,您不必担心抄袭。 因为您没有使用与原始句子完全相同的单词。 餐厅里除了赵露丝和杨阳,还有几个人。 赵露丝和杨阳的父母与自己的家人共进晚餐。 观察者通过网友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发布了杨阳和赵露丝去过的餐厅的照片。 与赵露丝、杨阳父母见面的传闻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杨阳和赵露丝都不想评论这个最新消息。 观众喜欢吴磊和赵露丝的璀璨星辰,因为CP工作室在拍摄时为他们的视频添加了魔法。 星寒月升沧海虽然设定在异世界,但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这是因为两位男主的感情戏引起了剧迷的兴趣。 此外,围绕着另一位男主角抱负一位男主角的情节引起了粉丝的兴趣。 此外,粉丝们还讨论了与该剧教育方面相关的话题,包括女性的发展和教育。 赵露丝和吴磊之前合作过一部戏《叫长歌行》。 这一次他们的第二次合作是一部叫程少尚和李乐妍的剧。 李乐妍是个娇滴滴的女孩,经常哭,而程少尚是个勇敢坚强的人。 在这部剧中,吴磊饰演的男主因疯狂而饱受诟病。 另一方面,赵露丝的性格从顺从的女儿变成了霸道的女主,在两个角色最初的爱情场景中,零步度为他们的感情产生了力量。 程少尚在爱情中学习进步的路线很清晰。 她包括最初拒绝爱的想法,然后理解她是什么,最后声明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对他们的伴侣好。 这让两人都产生了无法回避的深情糖果,让人不得不放下浩颜CP的大奇长歌星。 《星寒双星》、SAP081、33和101被认为是近代历史上排名最高、最负盛名的古代木偶市场作品。 错位的中央铸造合伙公司参与这些工作的原因是其几个成员受雇于同一家公司。 之前的热播剧《南风懂我》由帅气男主程毅和美女女星张雨夕主演。 由于观众对之前播出的美女帅哥并列的琉璃感兴趣,所以下一集还没有播出。 此外,季节再次遇见你进入了古代木偶师101的团队,这在观众中非常受欢迎。 看秦岚和聂远在错位组中饰演复查皇后和乾隆,观众觉得很有挑战性。 然而,两位演员都成功地在传家宝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观众认为这是一个挑战。 义中灵和习维安这两位演员虽然都有圆满的结局,但都没有明确的结局。 这是因为之前没有一位女演员尝试过这种手术。 还有其他演员在扮演错位组的角色时遇到了困难。 比如《演习攻略》中聂远饰演乾隆、秦岚饰演复查皇后。 没有一个演员以乾隆和复查的身份走到最后,而是以吴锦言和魏英洛的身份结束。 吴锦言和徐凯的复营电影的演技和情节都被认为是模仿真人的拙劣模仿。 因为这部电影很难让沮丧的观众平静下来,所以它被认为是一部低质量的电影。 赵露丝和吴磊在拍摄《星辰大海》、《月出海》之前,是非官方的搭档。 通过一起表演,两位演员都能够相互熟悉。 此外,两位演员在开拍前就已经是好朋友了,他们的演技都不是众所周知的。 展望未来,赵露丝在片场以活泼乐观的气质著称。 此外,他能够在拍摄期间与整个剧组建立联系。 拍摄《花絮》时,饰演楼瑶的演员于承恩上演了自己生孩子的戏。 他还与扮演母亲的曾丽互动,在他们打架时踩到他的裙子。 整个拍摄气氛被形容为欢乐,由于之前的作品已经有关于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的讨论。 两位明星的人气都不错,直播互动也很欢乐。 更重要的是,这些互动为双方提供了新的素材,可以用来不断地宣传CP大旗,无路能逃。 赵露丝和吴磊都是宁愿专注演戏也不愿参加综艺的演员。 他们俩都有源源不断的电影承诺,露丝甚至在17岁就出道了,还算比较年轻。 三岁时,吴磊以烟花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公众对节目的看法可以通过演员的错位来提高。 但是,演员的CP并不是唯一可以考虑的,其他创意人员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工作获得人气。 一个例子是赵露丝的《春花秋月》,他得到了一位原创者的积极反馈。 他喜欢赵露丝作为女主角的圆脸,说这是他理想中的女主角,他觉得超级可爱。 零不多性格的错位,与吴磊年轻的体质完美契合,配合得天衣无缝。 尽管参与共同财产的参与者在以前的项目中合作过,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会产生一个新项目。 反而是因为观众的喜爱和优秀的作品,他们参与的热播剧。 这从星汉辉煌的演员阵容和服装中可以看出,由于他们合作的CP错位,可以观察到月亮落海。 如果喜欢赵露丝、杨阳、吴磊,请多多支持,期待并欢迎他们的好,充满CP感的作品。 不知道如果赵露丝、杨阳、吴磊在同一部电影中,未来的某一天会怎样? 做明星不容易,要面对挑战,要面对流言蜚语。 不过,真正有才华的人,很容易克服一切,因为他们一直在身边,有家人,有朋友,还有很多粉丝。 永远更爱你的偶像,祝你一切顺利和幸福。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订阅、点赞、分享和支持我们。